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在这一字 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消息 《明报》今天的一篇报导说 早在1990年的时候 李家超曾经接受过《明报》的访问 而且从子女行间 似乎暗示 李家超夫妇当年未婚生子 另外 HK01又被网民揭发 原来他们在两年之前 刊登过一篇评论文章 标题就是 《有一种灾难叫李家超》 第二个消息 医管局前行政总裁梁柏妍 在社交网站上呼吁 希望用快策来取代全民强检 说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明报》怎样 讲李家超 那篇报导提及到 早在32年前 李家超曾经在《明报》的一篇报导授访 分享与儿子的相处之道 1990年 当时33岁的李家超 是获得了12岁的长子提名 入选十大现代父亲新形象选举 李家超谈及到教儿子心得的时候就说 跟儿子沟通是最重要的 不接纳 以打闹的方式来教导儿子 但是也会保持着父亲的尊严 这一段有些网民就质疑 他不接纳以打闹的方式教导儿子女 说的是他自己的儿子 至于人家的儿子又怎样 《明报》就说翻查资料 1957年出生的李家超 在中学联谊舞会 认识到太太林丽闪 两人在1980年结婚 欲有两名儿子 从《明报》的这项资料 大家又可以看到一些 他就说李家超和太太在1980年结婚 在1990年的时候 就获得了12岁的长子提名 他的儿子在90年12岁 换言之应该是在1978年出生 但是李家超和他太太80年才结婚 如果《明报》提供的资料是没错的 他们不是打错字的话 即是说李家超当年 跟他太太 未婚生儿子 这个就相当前卫了 其实《明报》就适宜出来解答一下 究竟他们这篇报道 所说的资料 陈述出来的 是否正确 如果是的话就反映出李家超当年也是相当破天荒 因为 现在是说四十多年前的社会氛围 跟现在肯定是很不同的 现在 未婚生儿子 就很平常 是不是 没什么特别 有某富商也是这样 未婚生儿子生了几件 到现在都没有结 起码李家超 生了大儿子之后两年就结婚了 这件事是否属实 如果是的话 李家超前卫 好东西 因为现在的媒体 都要找些东西出来吹捧李家超 包括HK01还离谱 说李家超当年是青凉白正 现在的媒体是什么都说得出的 即是李家超在宣布辞职参选之前 那些媒体又不见出声 现在个个都好像要想一些 新的元素出来 赞赏李家超 不能写得太行 所以现在有几骨 有几肉麻 那些都写得出的 明报这篇报道 究竟是怎样 我们继续看下去 李家超分享心得的时候 强调 跟儿子的沟通是最重要的 沟通的方法是可以跟儿子打成一片 一起打球 捉棋 潜乌龟等等 但是同时就要保持着父亲的尊严 平日就要多观察的弟弟 留意他们的情绪 和关心他们 缩短彼此的距离 儿子就说 从父亲身上 学到很多处事之道 很喜欢老爸 好像是朋友 又有尊严 李家超就说 对儿子都没什么特别要求 只是希望他找到有兴趣的职业 不一定为钱或者名利的 媒体就报道了 李家超两个儿子都是毕业于香港大学 曾经就在商界工作的 明报真是很惨 现在 不断报道李家超的花边消息都不怕 还有一件事 明报又重提李家超家人的英籍问题 他们就说 曾经有报道称 1977年加入警队的李家超 一家原本都是英国籍的 李家超2012年加入问责团队 出入保安局副局长 随后他本人就放弃了英籍 政务司司长办公室 日前回复明报查询的时候就说 李家超没有外国国籍 至于李太和两个儿子 是否持有英国籍呢 发言人就说 就着司长的家人私隐 是不便透露 正是说李家超是真诚 拥护基本法 和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 这个就体现了在他的就职时的誓言 家人的私隐就不便透露 但是很多人仍然 切而不捨地想知道 因为他们就担心 香港会不会再出现多一个裸官呢 林郑就已经是裸官 他本人就没有英籍 但是他的老公和两个儿子都是持有英籍 对于在外国者治港的大旗下 这些其实就是有多少的尴尬 连自己的儿子和老公都说服不了他爱中华人民共和国 连放弃那本他们口中视为是 旅游护照的证件都不捨得 因为他们老实说 就根本上不是通过 定居的形式得到英籍 只不过就是居英团计划 当时申请就有了 那个成本是很廉价的 就是填份表而已 喂 这样都不捨得放弃的 到底李家超的家人又怎样呢 明报再追问 真是厉害了 他们有这样的胆识 那就是小心点好 好了 接着明报再有一篇报道说到 说李家超的中学成绩中上 尤其英文科标签 那这些是不是帮李家超来洗地呢 那些人在网上必然质疑李家超的英语水平有限 他们就说李家超的英文科标签 李家超曾经在访问说 有次他为了做好一份英文的作文功课 查阅了各大的字典 用了很多奸劫和不常用的心字 却被批改的魏智立神父就说他 This is not good English but English of a foreigner 即是说 这些不是好的英语来的 不过就是外国人用的英语 令到李家超是愚梦初醒 不再用浮夸的修飾 便变得实事求是 即是用一些simple English 对不对 其实李家超的英语水平是怎样呢 大家有目共睹 这些报道其实是为了什么呢 哈哈哈 是不是为了李家超经常用 淺白的英语 英文字来辩解呢 好了 另外 HK01还离谱 他们就引述知情人士指出 说李家超是深水埗基层出身 读书的时候 并非风头等 说话不多 外表青凉白正 属于文药书生的里面 即是连李家超年青凉白正都拿出来说 不用写得这么骨骂呀 有时候的损位其实都是这样 个个都好像要想一些不同的东西出来吹捧 比如这个管浩明牧师就说 李家超是内游外光的 总之什么都说不一餐的 这帮人是 要吹捧的时候 人家宣布辞职参选之前 没有人出来吹的 宣布之后 个个都好像在那里落注 有多大就买多大 其实有网民翻查到 这个HK01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评论文章来的 说保安局局长屡屡失言 有一种灾难叫李家超 就是2019年6月20日刊登 说李家超这几个月表现 真是灾难级 当时原来是曾经唱衰李家超的 那时那篇文章怎么说呢 更堪忧虑的是 李家超出身警队 获得作声为保安局局长 本来属于公务员的精英 谁知道回应质疑的时候 表现尚且如此撕裂 其下级的公关技巧 豈不是更为不堪 我们恐怕 李家超只是无能的官员之一 无能啊 说李家超是 在文责和公务员团队里面 还有一群极其离地的 李家超们 将香港 说道向乱局 当时 他们又不是谴责所谓的黑暴 就在这里 骂李家超无能的 说他们是废官来的 谁知道现在话风一转 连青凉白痴也说得出 经济日报又说他是气功 练气功 大师也说得出 总之现在 李家超就像 神仙下凡一样 那么厉害的 我没有质疑这件事 他反正会气功 不知道是否会特异功能 不过呢 这些媒体真的好像 欲宣了一点 现在是龟队 不需要写 好像帮自己洗白 其实不是帮李家超洗白 帮自己曾经批评过 李家超洗白 本来这份东西是良盈的 不断支持 现在梁振英没份了 他去了做带位 这个总召责人 所以呢 改捧李家超 但这一个转折 欲宣了一点 不过不要紧了 现在的媒体全部都归队 李家超就英明神武了 没得顶了 接着H101还说他 李家超有望是 这个 争取过半题名票入集 势必成为 第一位过千票的特首 确实过得了 是不是 现在有1400几个选位 只有一个候选人 那些人那天不去投票 会被人知道的 千几个那么少 是不是 是呀 赤都赤到 谁没有投票 所以 没得走鸡的 只是过千票 最高票当选 不过都是得过千票 好了 接着我们又看看 另一宗消息 一年三日的 全民快速检测 在今天展开 政商界人士 纷纷响应 不时就着 抗疫政策进言的 医管局前行政总裁 梁柏妍 就在社交网站上 上载了 阴性的检测结果 他又呼吁网民 要响应政府的 自愿检测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希望快测成功 就可以免除 耗费人力物力的 全民核酸检测 即是说用快检来 取代强检 我一直都赞成的 所以我没有批评过 林郑搞快检 不像有些低能友 什么都骂得到 这个快检真的是抽水 你不要管他有没有用 有用没用都好 你做了他取代 全民强检就可以了 如果说快测没用 全民强检就更加没用 唯一的作用就是 努民伤财 令到各行各业 又再盲目停顿几天 所以我不会批评快检 因为你可做可不做 好了 至于持有同样看法的 杜苗学会会长 王杰龙 怎么说呢 他就说 不做都不知道身体好 自愿检测 虽然就说是自愿 但是如果有足够的人参加 就将会令到疫情更快受控 他就希望用快测取代 对所有人都麻烦 和成本高昂的强制检测 说得好 是不是 因为这个人 他基本上就是做饮食业的 如果又搞全民强检 又起码停一个星期 停三四天走不掉 所以很多人 有识支持理性的人 就会支持他用快测取代强检 我也支持 大家做不做 你自己决定 但是 不要骂他做这件事 希望他用这件事取代强检 就更加之好 对于各行各业的影响 是最小的 否则全港盲目停顿几天 又是令到那些打工子女 手停口停 所以真的希望 无论哪一个坐正 哪一个做特首都好 真是想想那些基层市民的辛酸 不要动摘去搞那些 影响传承的 全民强检 这些人可以继续说 是搞这个动态清零的 实际上怎样操作 特区政府都有一定的自主权 正等于林郑说 不搞全民强检治的时候 上边那个 中央专家 梁万年教授 都认同这个做法 就是告诉你 根本上就不是说 一定是 要做这件事 做不做始终都是特区政府自己拍板 如果说一定要做的 没得选的 梁万年教授下来 督道的时候 那几天早就要做了 所以真是希望 那些盲模 不要再要求 特区政府一定要做这件事 看见上海现在这样的情况 前居之监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拜拜